保温性能它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 它都是降低能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作为一个装备式建筑 特别是一个小型的装备式建筑 其实保温性能它随着体积的减小而难度会增加的 大家经常看到我们这些产品 评论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会不会家庭很热冬天很冷 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 不会 我们微速在整个高性能的保温体系里边 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低能耗的一个标准 现在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数据 首先我们上一代的微速17这个产品 我们现在已经全国的综合我们叫优质 可以做到0.62每瓦每平方米每卡尔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们可以相对对比一下 我们在今年的第六代的产品 像V9这款产品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产品 不管是墙还是天花还是地板 这个保温的层更厚了 而且窗子我们现在全部都用的这个断桥的窗户 其实从数据上来对比 V9的数据是可以达到0.29每瓦每平方米 也没卡尔文 单纯用数据上可以看到 从0.62降低到0.29 我们的这个能耗是降低了53%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当然具体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下期专门找一个视频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降低能耗无关回去两个方面 首先你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有一个目标 或者是理论的设计值怎么去达到一个低能耗的墙面天花地板 这个面的一个能耗设计 第二个就是你一旦设计完成之后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设计的技术标准去生产 然后包括生产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有一个反向检测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觉得主要分为两块 在设计上和生产上都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